那定陽關大碎,赤福賢達,舉起那支虎尾三折棍, 剛剛來照朱元璋的頭撥下來,忽然山上一聲吶喊, 那赤福賢達抬頭一看,嚇得雲拍都沒有,虎尾三折棍幾乎跌落馬下, 朱元璋也倒抽一口冷氣,大吃一驚,幾乎淚落地上, 原來山坡上衝下一匹火紅赤兔馬,馬安常坐一圓老將, 身高九尺,空闊背口,頭上無帶帽,那面像一盤燒紅的火炭一樣, 火炭吹灰紅中透潤潤中發光,劍眉虎目,良眼眶眶有神灼灼放光, 空前飄灑著一筆長鬚,著一身古銅色短打三虎, 腰間縮著條白色絲帶,手上拿著對護手相勾,來者不是別人, 正是朱元璋的結拜大哥,齊麻雙勾神秘章,武電章, 那朱元璋剛剛才拜祭完大哥武電章的山份, 大哥已經吐血身亡了,為何忽然會出現呢? 莫非是大哥陰魂未散,今日亡靈顯聖前來雙狗? 在場的人,不論是胡大海湯和鄧宇, 還是元君的兵將,個個都嚇到惡然。 各位,人死如燈滅,哪會死而復生? 尷尷尬又不是陰魂不適亡靈顯聖的事呢? 其實,武電章並沒有死,他現在還是補刀尾佬, 衛無不減當年呢? 這件事原來是這樣的。 那時候,在京城大鬧武科場,大隊人馬已經衝出張兒門, 就是那個胡大海留在城中, 大哥武電章,平日對這幾兄弟就像父親對自己的兒女一樣十分愛護體貼, 見到老耳還未出來,他就調轉馬頭,衝回入城去救胡大海。 那時候,常義春呢,用那支點鋼槍頂著千斤閘, 武電章入城,到處找胡大海。 誰知道胡大海運小路,衝出來捐出武兒門, 見到常義春用那支鋼槍頂著千斤閘, 那胡大海又不知道大哥武電章入城去找自己的嘛, 他就以為自己走最後的。 所以他就順手,用自己的那把開山虎, 將頁鋼槍一勾就勾了出去, 這樣就千斤閘靈一聲就放得下來。 武電章就運在京城裏面不出得來了, 常義春,胡大海幾個人在城外面, 也沒有辦法翻進去救他,從此就兄弟失散。 那現在說回來武電章,那時候他找不到胡大海, 便便撞到太師脫脫。 那城門已經被千斤閘瘋死了, 走投無路, 只好硬著頭皮,拿起雙擊去攻打太師脫脫。 那太師沒有去過那把狗鳳朝陽刀, 一刀就將武電章的箱勾, 兩隻勾就變成四隻, 將勾頭斬了去, 手上就剩下冠決。 脫脫, 脫脫見到武電章手上兵器都沒有, 就追著來打算一刀, 就劈死武電章。 當一聲, 武電章頭盔就斬到地上, 那匹馬亦非奔而去, 那武電章生不見人, 死不見屍, 啊, 不知道去了哪裏啊。 哦? 那難道武電章, 由非天遁地的法術, 怎麼忽然又會不見了呢? 原來, 武電章, 他有一手絕招, 叫做金蟬脫殼, 頭線啊, 泰士一刀砍下來, 他有意將頭盔扔到地上, 分散泰士的精神, 他呢, 就借著那匹馬跑得快, 人向前一蹲, 整個就滾落馬下, 打了幾個跟斗, 就滾到街邊那條橫巷裡, 泰士匹馬跑得快, 等到立馬頭, 反過來, 武電章已經在橫巷裡, 爬上人家屋頂, 走得無影無蹤了。 所以, 有人在京城中, 有人流傳, 說泰士一刀砍死武電章, 其實泰士脫脫自己心中有數, 一返道泰士府, 他馬上傳領, 四門緊閉, 大街小巷, 嚴家防守, 鋪防住戶, 逐家清查戶口, 有外鄉可疑之人, 一律禽那, 只查了很久, 蹤影全沒有, 這也奇怪, 武電章在京城無親無戚, 你跑得去哪兒? 原來, 那時候, 武電章用金蟬脫鶴計, 在馬上爬下來, 打幾個斤斗走到橫巷之後, 他一跳就跳上屋頂, 就躲在屋頂, 一直到夜晚, 站在屋頂跳下來, 那時候, 大街上三步一江, 五步一騷, 巡城的兵馬來往不絕, 武電章見到沒有回頭, 他不知衝出去, 只好縮回到橫巷, 想找地方走, 怎知大街上已經大聲喊, 喂! 有人鑽進橫巷! 接著一對兵丁追過來, 武電章連忙跳進一間很大的院宅, 躲在閣口外面, 那時候, 那些兵丁已經追進行, 慘了, 武電章手無寸鐵, 如果被人發覺, 那怎麼辦呢? 突然間, 背後有人一拍他, 武壯士, 快點跟老夫進來避一避, 武電章那時候, 走投無路, 只好跟著那個人進去, 進到屋裡, 在燭光底下, 見這個人約我六十幾歲, 散得又銀又壽, 留了一筆長鬍鬍, 雖然面無三兩玉, 知那身衣著十分華麗, 著一身紫色短造的圓外服, 青鞋白襪, 分明是有錢的大戶人家。 武電章心中就奇怪了, 咦? 我不認識這個人, 為什麼他會來解救我呢? 那老伯的笑笑口說, 武壯士, 你不認得我, 我姓楊, 叫楊宗, 當年在陸家莊, 我和陸莊主國賓時常往來的, 我在陸家莊住過, 故此認得武壯士, 今天聽見有人大鬧武科場, 又見街上的兵丁俗人, 老夫出來莊下, 原來是武壯士, 那怎能見死不救呢? 武壯士, 你來了我這裏, 你就放心得了。 接著這位楊玄愛, 就吩咐拿酒菜來, 請武電章飽餐一頓, 那個楊宗又對武電章說, 現在大街上正下令, 查緝大鬧武科場的人, 到處追捕可疑之人, 外面風聲禁緊, 你的樣子又好容易被人認得到, 你千萬別露面, 不如先在我這裏住下, 我做生意之人, 和京城大小官員都熟悉的, 他們不會搜查到我這裏, 你放心在這裏住下, 等過下風聲沒那麼緊, 然後才想辦法離開京城, 好了。 武電章那時, 只是落難驚話, 難得找到個這麼熱心腸的好人, 心中十分感激, 於是他就住在楊宮館, 一轉眼住了整個月, 各位楊元愛, 一家大小對武電章十分尊敬, 好似當他上奔一樣, 每日三茶兩飯, 餐餐雞鴨魚肉, 又找幾個獨人來專門服侍武電章, 那武電章的人是老實耿直之人來的, 總覺得自己和人家素不相識, 受到這麼優厚的款待, 真是寢食不安, 加上整天運苦衷不出去, 所以想快點離開京城自謀生路, 以後有機會再來報答這位老元愛的恩德, 看一看, 吃完飯大家坐著聊天, 武電章就對楊元愛說, 老元愛, 這個月一直住在你家, 真是打擾了, 老元愛對我恩德有如天高地厚, 我終生難忘, 自就怕再住下去會陀類老人家, 故事我想明天就離開這裏了, 哎呀, 武壯士, 你怎麼這麼說呢? 老夫只是敬重武壯士為人光明磊落, 又武藝高強是人中豪傑, 何況老夫和老莊主國賓又是自教, 留你在這兒住乃份內之時不值一提呢? 不過剛才武壯士說要離開, 就不知想去哪兒呢? 哎呀, 我幾兄弟現在都失散, 蹤影不見去向不明, 我日夜牽掛著他們, 我以為他們一定會到處找我, 我想離開這裏四處混遊去找我的兄弟, 哎呀, 這樣怎麼行呀? 武壯士, 你都還未知, 現在京城內外戒備森嚴, 或圖繪已經來緝難你了, 你的樣子一出去人家就認得了, 不如這樣你再住一個時期先, 我就派人四面八方幫你找你的幾兄弟, 這樣就比較穩妥一點。 武電章又一比零頭, 不行不行, 老元外, 你跟我兩個以前素不相識, 今天老元外對我如同自愛親憑, 我實在是受知有愧, 心不安, 再要麻煩你老人家, 萬一出了什麼差錯, 那我就更加對不起老人家了。 我老元外就說, 武壯士既然是這麼客氣, 那老夫就照實說, 是的, 老夫有件事想求你相幫, 啊, 老人家有什麼事用得到我的呢? 這樣的, 唉, 這件事, 老夫一直都不好意思說, 什麼事呢? 老元外, 我有個兒子, 叫做楊玉謙, 大概你也見過的了, 這個兒子呢, 生得身材灰悟, 人也算聰明, 只就是不想讀書, 整天就想學武藝, 經成一些有名的教師, 都請過回來的, 唉, 就是沒有學到什麼真本領, 老夫一直想去有朝一日, 能夠找到明師指點, 學習你本事, 將來也好有個前程, 好似你這樣的高人, 真是打燈籠都找不到, 擔踢都攀不上呀, 武藏士, 現在你出外又確實不方便, 不如就委屈一下藏士, 暫時在我這裏, 教我玉謙學武藝, 我就派人到各處, 去打探你幾兄弟的下落, 等到你找到你幾兄弟團聚了, 那我玉謙也學到本事了, 起飛兩全其美, 你的意思是怎樣呀? 武藏章想, 現在出去, 人海茫茫, 不知道去哪兒找朱元璋幾個, 唉, 不如就留在這裏, 教他的兒子武藝, 就不用白著打擾人家, 好呀, 唉, 就這樣呀, 武藏章就答應了, 那位楊老元我十分歡喜, 立即叫我兒子進來拜師, 從那時候開始, 武藏章每日在花園教楊玉謙練武, 那個楊玉謙人聰明又肯學, 對師父恩勤事後, 武藏章十分有心思來教他, 真是將他當作自己生的兒女一樣, 一副心血就放在他那裏, 那現在收了徒弟, 每日有事做了, 那日子就容易過得多了, 膽一下眼就過了一年, 又一天天氣炎熱, 武藏章就剛剛教完楊玉謙練武, 門頭大汗就沖了個糧, 然後就吩咐大師父, 炒了幾尾菜, 拿了壺酒來, 一個人在後花園涼亭下邊, 一邊喝酒,一邊吃菜。 剛剛夾了雞腿吃, 聽到後面有人說, 武師父, 雞腿打人牙較遠吧, 沒有電章, 另捐頭一看, 在玫瑰花的花盆後面, 捐出個白椰缸出來, 這個人身高不過六尺, 人長得細細粒粒, 兩道白眉帽, 一堆白鬍鬚, 倒到下肚子, 頭上沒有帶帽, 滿頭白髮, 穿一身土布短衫褲, 腰間縮著臉部腰帶, 你別看他人長得細粒, 加上一把年紀, 一知他精神爽朗, 手腳靈活, 原來呢, 這是老園外在家裡的花王, 他經常在後花園種花, 武田章早就見他很多次了, 那武田章見到是花王, 就笑笑口說, 喂,花王大白, 原來是你呀, 來來來, 坐下來喝杯咧, 那個花王就靈一靈頭, 嘿嘿, 喝杯咧, 你別看我幾十歲人, 我還想吃多幾年咧, 我現在還未想入棺材咧, 嘿, 我不敢跟你一起吃咧, 武田章聽我心想, 啊? 這個花王怎麼這麼說話, 我叫我一起喝杯酒咧? 啊, 他說還想過多幾年, 不想入棺材咧, 難道跟我一起喝杯酒, 就會死人咧? 武田章就說了, 喂喂, 你這個老伯, 說話怎麼這麼說呢? 我請你來喝杯酒咧, 什麼毒酒咧? 啊? 喝酒你會入棺材咧? 嘿嘿, 花王大白, 別說笑了, 來來來來, 坐下來喝杯! 那個老花王, 眨一眨眼, 兩邊看一看, 然後走到桌邊, 小聲說, 武田章啊, 武田章, 難為你還有心機在這裡喝酒, 吃雞? 你還這麼他條? 你也摸你的頸, 看什麼時候連頭殼都沒有了啊! 武田章一聽, 哎呀, 這個老伯, 話中有話, 他這麼說, 一定有什麼愛情的啊! 武田章就站起來問, 哎呀, 老伯, 你有話, 請你照直說, 你說一半, 不說一半, 怎麼辦呢? 那個老伯, 一句話都不說, 拿起把剪刀就去收剪花枝, 左望右望, 望了輪啊, 見到四處無人, 他就拉側武田章, 細細聲問, 你知道楊宗是誰嗎? 哦, 就是做生意的楊元愛, 楊元愛, 他就是當年濠州之苦楊鐵島, 他做官多年, 刮盡地皮, 吸盡民之民膏, 濠州的老百姓被他害到家山人亡賣兒賣女, 他刮到滿盤滿潑啊, 直落大批金銀財富, 就來到京城享福, 武田章一聽, 啊, 啊, 原來楊宗就是楊鐵島啊, 是呀, 當年正是這個濠州之苦楊鐵島, 他向太師告密, 說陸家莊造反, 他勾結元朝官兵來攻打陸家莊, 殺死老莊主國賓, 血洗陸家莊的嘛, 原來自己是住在仇人家裡, 武田章移得即刻的拿刀, 剝他的皮, 抽他的筋, 武田章氣鬆鬆咬牙, 徹指焗, 原來是這個狗官, 我殺了他的解痕, 不行啊, 不行啊, 你以為殺他那麼容易啊, 這裏你看來鬆鬆散散, 其實啊, 戒備心嚴啊, 你殺了他, 你也逃不掉, 武藏士, 你知不知道, 這個楊鐵島為何要救你, 又這麼好招呼你啊? 那我就不知道啊, 因為他對我這麼好, 當我上賓地對待, 我不好意思, 故此就答應留在那裏教他的兒子武藝, 當然不是啊, 那你就上當啊, 前晚啊, 我去大院, 路過那個楊鐵島的房間, 聽見他兩夫妻在說你的事啊, 我就站在外面聽, 那個楊鐵島的老婆在罵, 她說, 你那份身家花這麼多心血, 你以為撿回來的啊, 那個姓武的, 有什麼這麼大本事啊, 當他祖宗來服侍, 餐餐大魚大肉, 還要人來侍候他, 我去哪裏請啊, 最出名的師父回來教啊, 都不用花這麼多銀兩啊, 趕他扯算啊, 啊, 那楊鐵島呢, 就說, 啊, 你以為我傻啊, 虧本生意我從來不做的, 這個人本事高強, 你哪裏找到個這樣的師父啊, 啊, 加上啊, 他不只會教我啊, 玉謙武藝, 將來啊, 還會送一大筆錢來呢, 是啊, 是啊, 看他這麼壞樣啊, 三婦都沒有多見, 會送一筆錢給你了, 你發夢啊, 你別吵著, 你知道什麼啊, 你知道他什麼人啊? 他就是大牛武科場 那個武殿章啊, 我去圍攻陸家莊那陣, 我就見過他啊, 現在他是朝廷通緝要犯來的, 那天啊, 我見到他被官兵追趕, 我特意改名叫做楊忠, 收留他在這裏, 那他還以為我救他一命, 這樣才肯留下在這裏教我玉謙武藝啊, 他現在, 真心實意, 將一身本事都傳給我玉謙, 那, 過兩年了, 玉謙把他的本事都學了, 那時候, 我用酒把他灌醉的殺了他, 將他人頭送的太師賭, 就是說他半夜闖進來, 被我兒子玉謙殺了他, 這樣就可以得到一大筆獎金, 有名有利了, 嘿嘿, 你現在花的當銀兩照顧他, 到時本小利大, 名利相收啊。 講完之後, 他母妻還趁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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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 我聽到楊鐵道這番說話,整晚都睡不著。 自從你來到楊公館, 我見你為人正派,本事又高強, 就不知你為何會甘願為假, 什麼人都做教師爺, 又不知你叫什麼名, 前晚聽他們兩夫妻說我才知道, 原來你就是赤臂雙勾,神秘將武殿章, 故此我想就算盼這條老命, 我都要來救你,武壯士,此地不可久留, 你快快離開。 武殿章聽完這番說話,十分感激, 老人家,多謝你救我一命,請受武某一拜, 講完就要溝通你的答謝, 那白爺公雙手扶起他,武壯士, 不必客氣,你快離開這裏。 武殿章一想,現在快天黑了, 我怎麼能出醒呢?正在猶疑, 那白爺公又說,武壯士,不用擔心, 我已經為你安排好了, 我找了個好朋友,就住在北門外, 他已經準備好快馬和銀兩, 明天,微天光,我便打開花園的後門, 你便走到北門外找他, 他便會帶你運出城外。 武殿章又問, 那老人家,我和你這位朋友素不相識, 你怎麼好意思地打擾人家呢? 不要緊,這個人是我心交來的, 又是忠良後代, 拯救英雄意不容辭, 你就放心去找他, 你照我的地址去, 你就說,是陽公館的老花王叫你來的, 這樣便行了。 武殿章覺得這個花王不像尋常之輩, 啊,這是甚麼人來的呢? 一定是來歷不凡的英雄好漢, 只是不好意思問。 武殿章便說, 老人家,這次全靠你仗義相救, 要不然我一定上當百宋一命, 不過,如果我走了以後, 那你老人家怎麼辦呢? 武殿章,你放心, 老實地跟你說, 我和楊鐵道有奪妻殺子之仇, 二十年前, 他害到我家破隱亡, 我這次是假扮做花王混入楊公館, 打算殺了楊鐵道來保守, 一直時機未到, 你走了以後, 不用多久, 我就殺了這個龍奸賊。 對了,沒有壯士, 老漢有件事要拜託壯士, 老人家,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有什麼事就吩咐我了。 這樣的, 我有個老朋友, 住在華家嶺, 叫做華城, 他有個兒子叫做華蓋, 這個兒子聰明伶俐, 華城想找個能人來教兒子學武藝, 但是找不到合適的人, 現在你離開這裏之後, 又沒有地方去, 不如去華家嶺, 去探探華城, 如果你覺得合適, 你就留在華家嶺, 教華蓋武藝, 我這裏有封書信, 你帶去交給華城, 他就會招呼你的了。 接著, 白憶公將封書信交給武殿章, 武殿章說, 老人家, 你放心, 我這次要回家鄉小月團, 華家嶺離我那裏很近, 我一定去華家嶺拜望華城, 教兒子武藝。 兩個人又傾談了一會兒, 翌日未天過, 武殿章就運後花園離開陽宮館, 一直去北門外, 找到個老花王的朋友, 當時, 武科長的事已經過了年多了, 驚情防守沒有那麼嚴密, 武殿章又有人幫忙, 很順利運出城外, 馬不停蹄, 一直回到小月團自己家裡。 武殿章的夫人和兩個兒子, 無計忠無計孝, 見到武殿章平安回來, 一家人就高高興興團聚。 那武殿章休息了幾天, 就帶著個老花王的書信去華家嶺, 那個老莊主華城十分感激, 叫兒子華蓋拜武殿章為師。 那小月團來華家嶺很近, 那個華蓋乾脆跟武殿章回到小月團住, 跟武殿章那兩個兒子一起, 來跟武殿章學武藝。 華蓋的人聰明又忠厚, 武殿章很喜歡他。 那一家人十分和睦, 武殿章夫人言為, 兩個兒子孝順, 徒弟華蓋又生性, 日子度過得志在安然, 豈知好景不暢, 突然禍從天降。 武殿章回到自己家鄉小月團, 武殿章回到自己家鄉小月團, 一家團聚, 遊修了華蓋做徒弟, 日子亦過得志在安然。 知武殿章, 心中一直牽掛著朱元章, 常遇春湖大海幾個, 派人到處打探, 音信全無。 江陰此戰, 眨眼過了三年。 華蓋的父親, 華蓋莊主, 因為年老病死了, 華蓋回到家鄉, 為父親辦喪事首效。 華蓋的父親, 梅成, 是族府領的大帥, 將華蓋接到族府領住, 梅成對華蓋說, 您父母已經去世了, 我年紀又大, 無兒無女, 不如您留在我身邊住一個時期吧。 華蓋雖然不捨得師父, 只見到自己的舅舅那麼可憐, 就只好回去小月團, 和師父母電章商量。 母電章見到這樣, 也不要阻攔, 就只好吩咐一番, 師徒就分別了。 那華蓋就住在族府領, 有一天, 那大帥梅成呢, 就帶了自己的外生華蓋, 去金陵去拜見金陵王。 那個金陵王赤福賢秀, 他確實有眼力。 有一天, 看見華蓋年輕有為, 他就封了華蓋去做父帥, 叫他幫助他舅舅梅成, 來鎮守族府領。 有一天, 金陵王去族府領巡詞, 剛才見華蓋練武, 咦? 他這套槍法, 以眾不同的嗎? 分靈的名詩指點高人傳授。 金陵王心中奇怪, 就問華蓋, 你武藝是誰傳授的? 啟稟王爺, 是赤馬雙歐神秘將, 武電章教的。 那個金陵王一聽, 咦? 原來武電章未死的。 那時候相傳, 他在京城被太師斬死了, 原來是假的。 金陵王不是個一用之夫來的, 這個人有勇有謀, 他平日盜處搜羅人才抗衷實力, 他一知道武電章未死, 他就想到, 這個武電章一身武藝, 自己手下十萬大軍之中, 還沒有個將軍是他對手的。 一定要想辦法, 把武電章收買過來, 封個大官給他做, 把他留為己蓉。 金陵王一心打武電章的主義。 那時候說那個華蓋, 他現在做了俗虎領的賦帥, 就不能夠再去小月團, 跟隨武電章學藝。 他就連夜趕去小月團辭別師父。 武電章雖然不願意自己的徒弟, 他為元朝當官, 只要華蓋跟著他舅父, 也沒有辦法阻攔他。 武電章只好再三叮囑的徒弟, 要圍觀清整, 千萬不要濫殺無辜與民作對。 此時, 武電章忽然想起這件事, 就對華蓋說, 華蓋, 以後有人問你, 是誰教你武藝的? 你千萬不要說是我教的。 哎呀,糟了,師父, 金陵王問過我, 我說是師父傳授給我的。 武電章聽到這麼說, 就無出聲。 師徒分手之後, 武電章馬上找夫人和兩個兒子來, 就對他們說, 這回大事不好, 那個華蓋不生性, 在金陵王面前說, 說我是他師父。 那個金陵王知道之後, 一定要我出山為他效力, 如果我不去, 他就必定殺了我, 來隨卻後患。 想當年我們兄弟七人, 在陸家莊聚意, 曾經立下反原救民的志願, 我不能夠背信氣, 而為金陵王做事。 那, 從今天起, 無論什麼人來找我, 你們都說我出外訪友不在家。 過言不出武電章所料, 沒有多久, 金陵王赤福賢壽, 就派了元大將, 帶了一份厚禮來到小月團, 恭請武電章出山。 那, 武家家人就說, 武家家人就說, 武元外去了外地訪友不在, 那位將軍沒辦法, 只要我回去回報給金陵王。 又過了幾天, 金陵王就帶了他三個弟弟, 四兄弟, 帶了一車金銀厚禮, 親自來小月團拜訪武電章。 來到武家家人就說, 武元外得到重病, 不能起身, 沒有辦法出來拜見王爺。 金陵王心想, 哪裏有這麼巧, 前幾天說出去訪友, 過幾天病得那麼膠關, 連起身也不能起, 武電章呀,武電章。 本王這麼看得起你, 一心要你出山, 還打算封個大官給你做, 你處處避開我, 這樣就未免過份了吧。 今天本王就要查個水落石出, 看你是真病呀, 還是假病。 金陵王就笑笑口對武電章的家人說, 哦, 你家主人病了, 那本王也理應前來探病。 你進去, 報給武家公子聽, 本王突然來探望武元外。 那家人沒辦法, 只好進去裏面等一步。 武電章那兩個兒子就出來請金陵王入房。 金陵王一進到房, 只見武電章躺在床上, 臉色薑黃, 半點血色都沒有, 口唇青啤啤啤。 金陵王四兄弟就你望我, 我望你, 這個武電章真是病得奄奄一息, 不是炸病呀。 原來, 武電章是用閉氣功, 那徐達元帥裝病來騙太師, 朱元章炸病來騙過陳也先, 都是用這種閉氣功的辦法。 來, 自己鼓著那道氣, 鼓著一會兒, 這樣就好人都面色變青滿頭大汗了。 金陵王果然被他騙了。 他就問, 武元外? 前幾天你還沒事的, 為什麼忽然病得這麼厲害呢? 武電章躲在雙眼, 不懂得說話, 有一天你還要喘氣。 他兒子武繼宗就說, 王爺真是天有不測之風雲, 人有誕直禍福。 前兩天, 我父親去探望朋友回來之後, 在後山練武, 他見到那裏有一塊大青石板, 他想舉起來試試力氣, 誰知剛剛舉過頭, 就力氣不知口吐鮮血。 他將青石板吊在旁邊, 知道他自己暈倒在地。 後來到下午, 我們見他還沒回來吃飯, 就上山去找他, 才抬他回來。 到家後, 一連兩天都口吐鮮血。 請了幾個大夫回來看過, 都說是內臟受重傷, 開了些藥, 沒辦法止血。 看來我父親, 說到這裏, 就是想哭, 說不下去。 金陵王就安慰他, 你不用擔心, 你父親只是用力過度, 我皇府中有專治內傷的樣子, 我回去馬上派人送藥來, 不用半年就可以徹底醫好了。 金陵王幾兄弟就馬上趕回金陵, 過了三天, 真的怕人馬上送了一批十分名貴的藥, 人心陸容大寶縣, 什麼都齊全。 送藥的人一到小月團, 見到武家正在扮喪事, 門前掛孝, 裏面搭著靈鵬當中的牌位, 寫著武殿章之靈位, 原來哭聲不止, 家人披麻大孝出出入入。 那幾個送藥的警員, 就快點回去報給金陵王聽, 金陵王就信以為真, 就真的寫了這條心。 那武殿章寫了沒有, 當然沒有死了, 原來那個武殿章, 看見金陵王派人送厚禮禮, 知道這回就多難脫身。 自己一家老少住在金陵地界, 想走也不容易走得掉。 現在金陵王要重用自己, 如果自己不肯出山, 他一反面就必受其害。 想來想去, 就想到最好炸死門名, 假立墓碑, 來門過金陵王。 這一回, 連個華蓋都騙了, 華蓋聽聞師父死了, 即刻撲來小月團拜祭, 真是哭到死去活來。 那為什麼華蓋都不知道呢? 當然啦, 武殿章見了華蓋這個人年輕, 不懂世故的, 上次就是他酒樓風聲, 讓金陵王知道自己是他師父的, 故此這次就吩咐, 不要將真情說給華蓋子。 那華蓋呢? 因為自己一時不慎, 將師父的名字說給金陵王知道, 引起師父那麼多麻煩。 師父雖然病死, 亦與自己有關的, 所以就於心不安, 經常去探望師母。 那位母夫人呢, 亦時常交道華蓋, 叫他小心謹慎, 不要死心塌地為虎作殘, 要提防金陵王反覆無上。 那說過他就知道, 師父是零死都不肯為元朝效勞, 自己呢, 當了元朝的父帥, 心中亦覺得慚愧, 整天都想早地離開族府領, 就是不忍心離開自己的舅舅梅城, 故此呢, 就暫時留在族府領, 後來, 聽說朱元璋在武當山起義, 有一天, 說過就來小月團, 武夫人就對他說, 那火燒真無頂, 反下武當山的朱元璋, 就是你師父的結拜兄弟, 當年你師父和朱元璋幾兄弟, 在陸家莊結拜, 誓願要推翻元朝的, 可惜你師父, 師父, 壯至未囚就去世了, 你如果念在師父教導之恩, 那你就等到將來你四叔朱元璋, 冰到俗虎領一陣, 你就助他一臂之力, 保你四叔攻打金陵城, 你師父, 九泉之下, 亦會安心命目了。 師母大人, 你放心, 我蒙師父栽培, 一定不會辜負他老人家心願的, 因為有這些前因後果, 故此呢, 西吾丁馬一刀, 說過他就和他舅舅梅城, 一起投降給西吾。 那現在就說回武殿章了, 他炸死的日子是怎麼過的呢? 哎呀,慘了, 一部門口都不敢出, 也就躲在家裡, 每天就在後院, 教他兩個兒子練武藝, 那天, 三仔爺練武藝, 家人又來稟布, 不得了呀, 不得了呀, 定陽關開來大批軍馬, 將魯元外那塊賀墳地包圍著, 原來是魯元外結拜兄弟朱元, 將胡大海湯和鄧如幾個, 帶著牛羊酒菜祭禮花環來掃墓祭嶺, 誰知道一到墓地, 就被定陽關總碎食福然達知道, 即刻帶兵去圍著向陽山, 現在魯元外那幾兄弟在打著, 怎麼辦? 武藝將一聽, 心中打得冷靜, 哎呀, 金陵王四兄弟本事了得, 那隻福然達的虎尾三節棍十分厲害的, 湯婆鄧如湖大海幾個本事自己心中明白, 哪是人家的對手, 你回他幾個生命難保, 哎呀, 我要出頭露面去解教, 武藝將一吩咐, 快點準備兵器馬匹, 然後他對兩個兒子祝福一番, 然後背宮大戰, 受羅相勾, 飛馬上前直奔向陽山。 他在後山一直衝上山頂, 就看見朱元將胡大海幾兄弟被重重圍困, 武藝將的心好像被火燒一樣, 差不多十年沒見面, 日爺牽牆掛套上月的弟兄, 現在眼看著就要死在赤福賢達手上。 武藝將一聲吶喊, 勝而悶雷壓頂, 跟著就飛馬衝下山, 來到赤福賢達面前, 大喝一聲, 赤福賢達? 你不得無禮, 謀加來也! 那赤福賢達, 剛才見到武藝將衝下來, 就嚇到失魂落魄。 當然啦, 他不知道武藝將炸死的嘛, 明明自己幾兄弟去探望他病一陣, 他已經病得奄奄一息, 後來又見他家裡扮喪事, 連墓碑也立了, 以為武藝將早已化灰, 實驚無神見到他, 那有什麼辦法不害怕呢? 現在被武藝將一渴, 就當堂疾醒了, 是啊, 不是鬼來的嘛, 生歐歐是個人來的嘛, 連王舉起虎尾三節棍, 渴了他, 武藝將? 什麼你和朱元彰是一伙來的? 啊, 怪不得你炸死門名來欺騙本王, 好, 今天你自己來送死,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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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靚本王一軍, 放完舉起三節棍, 就攻過來了, 武藝將非武雙歐來的認敵, 那這個武藝將, 一身本是, 號稱赤麻雙歐神秘將的嘛, 他那兩隻鐵歐, 摸得上來, 好似兩條銀蛇飛舞, 銀光閃閃, 虎虎生風, 看到你眼花撩亂的, 那這幾年, 雖然隱姓迷名無, 在沙場征戰, 知他一直都未停過練武, 故此, 現在洪風不減光年, 勾發熟練招數新奇, 兩個人軍來勾往, 打到難分難解, 日後氣打到十幾個回合, 那個赤福賢達, 就有點招架不住了, 他想, 好漢不食眼前規, 你朱元璋不過幾十個人, 我二萬精兵, 你再本事也插役難逃, 我何必在這裡和你硬碰啊? 赤福賢達就虛仿一棍, 回馬就走, 大聲喊, 兩位大都督, 不用和他們打, 跟我下山。 那和胡大海鄧如打那兩個都督呢, 飛馬就返回本陣, 赤福賢達跟著就下令, 中將軍, 有誰能夠深琴朱元璋連升三級, 賞黃金千兩? 原軍那些人有重賞, 就不顧死生, 到槍並舉, 將朱元璋幾個圍著來打, 俗語都說了, 危多生死仗, 我任你幾個人再大管事, 也沒辦法頂得住, 也直打了足足一個時辰, 那四十個親兵都已經死得差不多了, 朱元璋幾個, 亦成身血污, 筋皮力卷, 幾個人打到散了, 各自為戰。 那個胡大海呢, 年紀大了一點點, 又生得肥, 已經累到差點連斧頭都舉不起了, 想再打下去頂不住, 就想衝出去, 見到前面有條小道, 灌兵少些, 胡大海就不理三七二十一, 見路就走了, 廢棄那把大斧頭, 死命地衝過去, 順著條小道一直衝上山。 誰知這條是絕路來的, 上去四面都是懸崖超壁, 無路可通的, 哎呀,沒辦法了, 只好上山, 只好上山, 容易下山, 難, 只好跳下馬, 拉著匹馬走上山, 剛剛走幾步腳, 腳一軟, 整個坐在地上, 反正山石上跳了一個人下來, 連打幾個斤頭, 撲到胡大海上, 胡大海大吃一驚, 死了, 現在已經累得不懂得休息, 別說和別人打, 連站起來也沒有力氣, 這回事實死無疑也是, 胡大海就躲在眼前等死, 只聽到有人喊了聲, 阿爹, 胡大海登大眼一看, 原來站在他面前, 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孩, 頭戴著老虎皮靜的皮帽, 身穿了老虎皮靜的短衫褲, 腳下穿了雙老虎皮靜的鞋, 過面山黑得發亮, 綠大雙眼看著自己, 胡大海現在已經打到溫頭溫腦, 聽到小孩叫自己, 阿爹, 一時之間懵懵懂懂, 哎呀, 我得仔, 我沒有來, 為什麼又有人叫他爹呢? 胡大海就問,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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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阿強仔啊, 蛤?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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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胡, 那小孩叫了聲, 胡大海就哭了, 胡大海一邊流眼淚, 一邊問, 什麼, 什麼, 你還在人世啊? 我,我,我, 我以為你被老虎吃了, 各位還記得嗎? 十年前, 胡大海在霍山王喉鎮山那裡做了一任遠太野, 他殺了霍山王的兒子喉灰, 為民婦李月娥身冤報仇, 李月娥就將兒子拜託給胡大海撫養, 李月娥自己自殺身亡, 那胡大海呢? 因爲殺了侯鎮山的兒子, 就不敢再留在霍山, 就帶了個弟弟逃跑, 收養個弟弟做自己的兒子, 信任, 那胡大海呢? 則他改把他的名叫胡強。 胡大海很疼這個胡強的, 怎料在半路, 一時疏忽被老虎擔跑了, 胡大海追老虎, 一直追出武當山, 然後飛馬挑艽救了朱元璋。 以後,胡大海一直留在西吳君中, 以為胡強早已被老虎吃了, 誰知今天忽然來到,近來又驚又起, 胡強怎會來到這裏呢? 這十年的日子,胡強又是怎麼過呢? 這裏又要重頭說起了, 原來那天,那隻大老虎是老虎那, 生了兩隻小老虎, 誰知那天的老虎那出董去找食, 那兩隻小老虎被獵人捉了, 那隻老虎那就像發癲一樣逐山去找兒子, 碰碰碰撞成胡強在山坡上玩, 胡大海這個匹馬走, 他就固著去追馬, 那隻老虎那就擔了胡強回到老虎山洞, 那隻老虎又沒有吃了胡強, 但是他說, 那用的黑衣服, 他就像是老虎仔一樣, 就像是老虎仔, 日後用那一根舌頭來癱癱疑, 那胡強那時候才是三、四歲, 就不知道怕的, 從一老虎玩, 肚餓的時候, 才吹兩、咀老虎奶, 但这个弟弟说,在老虎山洞和老虎住了一年多,有一天,那只老虎被老猎户、老犯打伤了,走进山洞,老犯就带着一群猎人追到山洞,打死了那只老虎,在山洞里找到胡强。 那个胡强和老虎住了这么久,老虎他不怕,见到这么多人,反而怕人,听见人声嘈杂,弟弟就害怕了,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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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怎么这么哭呢? 哎呀,弟弟还没生性,和老虎住了这么久,现在哭起来好像老虎叫一样,有个猎户就上前来抱他,那个胡强害怕了,还咬了一口, 小弟弟,那小弟哥发牙痕咬,人本来是很平常的事,只是在老虎山洞里找出来的,又会学老虎叫,又会咬人的,哎呀,这就更加不得了了,即刻就传开了,传到方圆,几百里路都知道, 好,心山大老虎生了个人仔出来,好厉害的,会咬人的,又会学老虎叫,会讲老虎说话的, 但以后大哥,吃人都像,传闻的事就越传越神化了,有些就说,天上煞星下凡,借老虎投胎来专治恶人, 有些又加炎加草,喂,我亲眼看见的,得人惊咯,呦,整身无盛盛,四只老虎牙堆出来, 那屁股里还有一条老虎尾,整四寸长的,那个老猎户老范, 这回将胡强抱回家之后,就变得日夜不宁了,四面八方人,涌起来他家要开眼界, 看下这个老虎山的人仔,究竟是怎样的,由朝到晚,那些人就把老范家塞到水舌不通, 那个猎户老范,在老虎山洞,托到胡强回来,就抱回自己家来收养, 谁知,这样来,就搞到他家日夜不宁,由朝到晚,门口逼到人山人海,都要来看下这个老虎仔是怎样的, 有一天,有一天,有个老伯来找猎户老范,就跟他商量, 那个老伯说自己无儿无女,原意将这个小孩带回家来收养, 那个猎户老范,自从托到胡强回来, 惹到家一天,到黑,摄满了人,已经搞到十分狼狈, 现在听见有人说,愿意拿胡强回去收养, 即刻就答应了他,那老伯就把胡强带回自己家乡, 这个老伯是什么人来的呢? 为什么会来令胡强回去呢? 原来这个人叫做翁士杰, 他以前是在霍山苑做过一名牙役的, 胡大海当远太野的时候,杀了侯山王的儿子, 为民居李月娥报仇,又收养了李月娥的儿子, 那时候这个翁士杰在场, 他十分欣赔胡大海主持正义, 又很同情这个小孩 这么小就无父无母 胡大海带走了这个小孩之后 这个翁士杰 也离开霍山苑 回到自己乡下 那天 他的探亲戚 听说 聂兔老范 在老虎山洞里 找到个小孩回来 不知道是老虎养大家 还是老虎生的 那翁士杰 有点好奇 就顺便去看看 在人虫中逼过去看 只见那弟弟 骚髒骚髒 披头散发 哗哗 哗哗 来看东西的人 有些怕到眼都定了 有些又扮老虎叫 来人那弟弟 那翁士杰 看着 哎呀 碰到什么老虎山洞 这个分明是李月娥的儿子 是胡大海带走到修养他 为什么又会掉在老虎山洞 被老虎养大呢 那翁士杰 那翁士杰 实下无依无女 又同情这个弟弟的遭遇 想着现在人家把这孩子当老虎仔来看 不用多久就吓死了 翁士杰 将那弟弟抱回家 胡强最初还整天学老虎叫 会咬人 但翁士杰 又很好心机 慢慢来哄他 胡强也渐渐定了神 翁士傑問他為何會在老虎山洞呢? 胡強說:「我和爹去玩,爹去追馬, 我被老虎擔了回去。」 翁士傑問他叫甚麼名字? 弟弟說:「我爹說我叫胡強, 那麼翁士傑心中明白,原來如此。 這個翁士傑一個人孤零零的, 就真是把胡強當自己的兒子來撫養, 胡強也很生性, 他最怕火的, 在老虎山洞住了一年多, 未見過燈火, 所以一見到火,胡強就避開了, 煮飯也不敢走來走邊, 幹爹齒戰, 斬眼過了五年, 由八歲開始, 胡強跟翁士傑上山打獵, 下海摸魚, 他人仔細細, 膽大包天一身力氣, 他還在做最本事, 水性最好, 真是似足他老爸胡大海, 一未入水底, 整個時辰才捐上來都可以, 胡強雖然少少年紀, 只頂半個人用, 到十歲那年, 有一天, 翁士傑的師父, 叫做王守儀, 來到探望徒弟, 住在翁士傑家裡, 見到胡強, 是天爺在破柴, 天爺, 這麼小的孩子, 百多斤重的木頭, 搬來搬來, 好像不用力, 怎麼這麼大力氣, 又見他長得身材紮實, 講話雖然笨點, 人生得十分機靈, 王守儀覺得奇怪, 問徒弟, 這孩子是誰? 翁士傑將在老虎山洞找回來的事說出來, 又說到, 胡強還是水龍神胡大海, 做遠太野的時候, 收養了他做兒子, 以甲父子分散, 那王守儀聽完, 就跟翁士傑商量, 這孩子一副好神力, 他父親又是大名鼎鼎的水龍神胡大海, 留他在鄉下, 怕埋沒了他, 不如我帶他回去, 教他武藝, 將來讓他父子團圓, 也可以做一番事業。 翁士傑雖然心中不捨得, 也為胡強著想, 答應了。 過了幾天, 王守儀帶了胡強回家, 王守儀住在吳宮山, 王守儀本來是江湖上很有名的人物, 做了很久, 綠林好漢, 劫富濟貧, 現在年紀大了, 就隱居在鄉下, 他接了胡強回來之後, 就將一身本事交給胡強, 那個胡強也十分用功, 東練三九, 夏練三伏, 三年功夫而已, 趁學到一身本事, 道唱劍激棒樣樣精通, 那時候, 西吳王朱元璋已經打到太平府了, 消息傳到吳宮嶺, 那個王守儀找胡強來, 把他的身世告訴他, 你父親胡大海已經攻打到太平府了, 太平府來這裡只有二百多里路, 你現在又已經學到一身本事, 不如去投奔西吳, 一來父子團聚, 二來可以為國孝老。 胡強說, 好啊, 那我回到翁家村, 你先別我的救命恩人。 王守儀覺得這個弟弟, 真是年紀小小, 這麼有本心的, 心中十分歡喜, 就執拾了乾糧, 執了幾件衣服, 幫他穿上那件老虎皮做的衣服, 老虎皮做的帽子, 老虎皮做的帽子, 老虎皮做的鞋, 現在帶兵器不方便, 師父送了一對飛駝給胡強, 那對飛駝, 拳頭這麼大, 用一條帽子繞綁魚, 胡強將那對飛駝前腰間辭別師父, 那師徒兩個免不了衣衣識別, 胡強非快趕路走了半天, 來到一個小村莊的村口, 胡強覺得口渴, 想找一口水喝, 看見村口有幾間茶館, 走過去想拿水喝, 誰知每間店舖都關門做生意, 奇怪, 這裏是交通要道, 現在才是下午, 為何每間店舖都關門? 胡強口渴得厲害, 不理那麼多, 走過去想拿去店舖, 好像拍門, 只聽到裏面有人說, 客官, 今天不開店了, 對不起, 我口渴了, 請你給我一口茶水喝吧。 裏面的人聽到弟弟的聲音, 會心裡又說, 呼強一個人年紀這麼小, 便開門就放進去, 有個老伯就浸了一碗茶水給他喝, 老伯就問嘿, 小孩呀,兵荒馬亂,你一個人去哪兒呀? 我去雍家村,哎呀,你千萬不要去呀, 前面元軍,圍困越少越斷,要逐個西吾王朱元璋呀,你不過得去呀! 胡強一聽,是呀,師父說朱元璋,是我爹的結拜兄弟,現在是西吾王, 是在攻打太平虎,怎會來到這兒呢? 胡強就問,老爸,為何朱元璋會來到小月團呢? 聽說呀,西吾王朱元璋,有個結拜兄弟叫武殿璋,住在小月團的, 前幾年死了,朱元璋帶來胡大海幾兄弟來拜祭, 怎知道走漏風聲,你金靈王知道,派軍馬來捉他呀! 唉呀,幾萬人馬來捉你幾個呀,這回一定跑不掉呀! 老人家,你知道他們現在在哪兒嗎? 聽說就在小月團前面向陽山那兒, 小孩子呀,你快點回家先,過了幾天再來過呀! 胡強就多謝那個老伯,說完就向小月團那邊趕快跑去, 那個老伯就好心呀,一到你後面叫, 小孩子呀,你走錯路了,那邊是去小月團那邊的,你快點回家,回家 胡強已經一陣煙地走出去,去到小月團就運後山,爬上向陽山山頂, 在山上就聽見原軍官兵,一邊叫,一邊向山上衝過來, 竹牙胡大海呀!捉住胡大海呀! 哎呀,什麼竹牙我爹爹呀! 胡強連望爬上去看,見到山咬大石頭那兒,坐了一圓大掌, 長得虎背紅腰,那臉好像鍋底那樣,頭大烏金虧身穿烏金甲, 一把開山大斧頭蹦在石頭上,半頭大汗一身血污,一尾一尾頭大氣! 胡強平日聽人家講水龍神胡大海的事,就聽了好多了, 怎麼大鬧舞歌唱,大敗火牛陣,一斧頭打敗蓋天都督,飛馬跳崖救主公, 又聽到人家形容胡大海的樣子, 長得神高神大過面,好像鍋頭那樣, 今天聽見下面官兵喊竹牙胡大海,現在一見到胡大海的樣子, 一定就認出來了自己爹爹! 胡強心急,飛身一跳就跳下來,撲到胡大海面前,大聲喊一聲爹! 胡大海望真下,亦都認出來了,胡子相會! 這說話都未來得切多講幾句,山下援軍已經衝著上來了! 行頭一圓大將,正是定陽關大帥赤福賢達! 胡大海見這樣,就咬緊牙關,站在你身內斧頭,想騎上馬,和赤福賢達拼命! 胡大海望真下,胡大海說:"阿爹,你都沒有了力氣,你哪裏還能打開呢?你坐著等我!" 當如一匹瘋馬,就衝下山了,胡大海想拉著那些,拖不赤,就大聲喊:「哎呀,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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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回來! 雖然聲音很厲害,快回來!" 胡強已經衝到赤福賢達面前! 那赤福然达,刚才不够武殿章打,已经鼓吱了一吐气,一心想捉到胡大海来出气。 现在看到在山顶上,好像是老虎仔那样冲下来,都没看清楚他是用脚走,还是爬过来,或者跳下来。 哎呀,样样都有了,那个胡强在山上长大的,行山路比马还快得多。 让胡强来到面前,赤福然达一看,哟,我还以为是什么妖怪,原来是个小孩,手无穿铁。 赤福然达就大开一声,小孩,那么小时候想见炎王,你来干什么呀? 我来吃,吃,哈哈哈哈,你来吃,吃什么呀? 吃人,吃,吃,吃你! 啊? 那赤福然达一看,哎呀,那个胡强六大雙眼,头发又长样子,生得黑, 虽然人小小,这个样子挺害怕的,好像是想吃人一样。 又穿着一身老虎皮,看上去像老虎仔那样。 赤福然达的心想,嗯,这个小孩这么本事,在山顶好像飞下来那样。 这些人留在那里都是业总来的。 不是啦,不是啦,杀了个船,举起虎尾三舌,就朝头扮过来。 谁知道,那个胡强忽然大声,嘩! 嘩! 整只老虎叫,那样的。 赤福然达,呢,失惊无神,就被他吓吓打到冷阵。 胡强就说都没那么快,在身上拿出一对飞驼力,流声赶月地左右一切飞过来。 赤福然达就想不到,这个小孩这么快手的嘛。 刚才还叫他斥手空拳的,怎知他身上藏有一对飞驼。 赤福然达就连忙一闪,左边那只飞驼就避过去, 右边那只飞驼就打着他手腕,嘩! 冲到入心了。 胡强忽整个跳起五六尺高, 双手就扑着那条三舌棍,出力来扯, 那些就将赤福然达整个扯了落马。 赤福然达就怕起来,连忙一松手, 胡强已经将三舌棍抢到手了。 那个大帅赤福然达真是又生气又丑, 哎呀!堂堂大帅啊!被那小孩连兵器都抢了, 还有免贱人呢! 连忙就拔出腰间保剑要和胡强拼命。 谁知那个胡强呢? 拿着那只虎尾三舌棍, 照着那匹马就拔下来, 一滚就打正马腰, 那匹马痛起来, 就向着山下飞快跑着去。 赤福然达, 那匹马也拔不住了。 转转头一看, 胡强又拿着那条三舌棍在后面追来, 一边追,一边在着喊, 嘩!嘩! 嘩! 这回赤福然达, 真是害怕的上来了, 别了,别了, 三十六舌走为上掌, 一边走, 一边喝着那些官兵, 快点上前捉着那小孩, 上前捉着那小孩! 那班元军官兵见到堂堂大帅, 连虎尾三舌棍都被那小孩抢了, 又见到胡强现在举起三舌棍追着过来, 一边追着一边, 嘩!嘩! 嘩! 嘩! 那班官兵就不知道这是杀星下凡啊, 还是妖魔在世, 哎呀! 还敢去阻拦啊! 赤福然达有令, 要捉拿这些小孩的嘛, 所以整班官兵就缩在一边, 一尾得把声在那里, 捉住他! 杀死他! 不要让他跑掉啊! 捉住他啊! 那胡强呢, 你已经撒开了血路, 冲了下山下, 胡大海见到你儿子这么厉害, 甚重高兴啊! 啊! 猜不到, 我生的儿子, 这点本事。 还不想拯救我! 那屏蛋都好像弄得不住! 还没有也不知! 那是谁, 好, 你别拿着来收景就是我们。 我自己, 好, 前一後,殺散元軍官兵就找到大哥和朱元璋幾個, 而兄弟會合在一起,又多了個胡強, 大家心中就稍為定了下來,幾個商量了一會兒, 趁現在赤福賢達敗走,即刻衝出重圍再作打算。 當時,元朝的官兵因為見主碎落方意圖, 一時之間三軍無主軍心動搖, 真是被朱元璋幾個,判死衝出重圍, 幾個人急急忙忙向著小月團那邊走, 朱元璋那時就吐了一口大氣, 這回真是死裡逃生, 走著若摩一里路,突然之間三聲炮響, 一大隊軍馬攔著去路, 為首一元大張,身高過丈, 空闊背後,薄撥三亭, 仰山都十分古怪, 臉紅當蕩, 紅色的眼眉毛,紅色的胡蘇, 臉紅當蕩, 雙眼好像兩個大欄鐘一樣, 揍出來了, 晴鎚鼻血盤大口, 穿在身黃金盔甲, 披一件大紅尖鞋, 揍上早紅馬, 手上拿著開山大斧頭, 最古怪的是, 他背上揍著一個很大的紅色的大葫蘆, 離遠看, 好像揍著一個小弟哥在背上那樣, 這個人是什麼人呢? 原來是金靈郎赤福燕壽的心腹大將, 火葫蘆羅蕾, 這個羅蕾厲害呀, 他能精善戰有勇有謀, 那把大斧頭沒有出神入化的, 這樣就不算了, 他背上揍著一個大葫蘆, 更得人害怕, 原來那個大葫蘆是用銅做的, 裡面是裝滿火藥的, 那個葫蘆口呢, 裝著打火的火蛇, 他一拉條繩打開個葫蘆蓋, 火石就點著裡面的火藥, 那個葫蘆就會噴火出來的了, 一放鬆條繩, 這樣就塞回葫蘆口, 那些火就熄滅, 因為他這個火葫蘆厲害, 故事人人就叫他的名叫火葫蘆羅蕾, 這個火葫蘆羅蕾, 為什麼不早不遲, 現在突然會到來這裡攔設朱元璋呢? 原來自從朱元璋攻打彩石機之後, 金陵王赤福賢秀呢, 就將自己手下的大將, 統統派向金陵附近幾道關口, 來阻攔西吳俊軍, 羅蕾是鎮守金陵的煙喉地帶, 是盤蛇嶺, 這座盤蛇嶺, 是在金陵的西北方, 來金陵百幾里路遠, 是金陵的出入腰道, 這座盤蛇嶺, 地勢險要二手難攻, 金陵王派大將羅蕾, 帶領三千精兵來陣守, 還配備了三門紅衣大炮給他, 安裝在山上。 自從俗虎嶺的大帥梅城歸順了西吳王以後, 那羅蕾更加日夜提防, 派出遠探、近探、步探、馬探、連環探, 來打探軍情, 那座盤蛇嶺, 也佈置得像銅牆鐵敵一樣。 今日,探馬尼布華朱元璋軍臣幾個, 帶著四十名親兵, 抬著祭禮, 雲路繞過定陽關去小月團, 拜祭武殿章。 金陵王已經派四皇爺定陽關大帥, 赤福賢達, 帶二萬大關去竹拿朱元璋。 那羅蕾聽到這麼說, 這十萬人, 兩萬人馬去竹幾十個人, 照道理就十拿九穩了。 知這地形複雜, 朱元璋手下能人這麼多, 他這麼輕生入虎月, 一定早有安排的。 四皇爺赤福賢達, 雖然勇猛, 但沒什麼計謀, 好意被朱元璋走掉的。 不如自己親自帶領人下去, 萬一朱元璋漏漏, 自己作曲去, 減就可以解去金陵之危, 亦可以立下一功。 我羅蕾就立刻擊鼓罪長, 召集手下那群將軍來, 羅蕾就吩咐眾將軍, 朱元璋軍臣已經被四皇爺圍困在小月團, 我想下山折映, 折斷朱元璋的退路。 萬一這次能夠逐倒朱元璋, 這就是朝廷之行, 我就跟隨四皇爺一舉奪回逐虎領, 隨去隱還。 為了防備萬一, 如果我打敗了, 西吾軍一定要追趕我, 我就引他們進入盤蛇領, 這裏地形險惡, 西吾軍進來就不容易出得去。 那, 如果西吾軍馬跟著我進來, 你們就聽我的指揮, 我舉起右手, 你們就點着紅衣大跑, 把西吾軍馬通通打死在山咬小道上, 你們千萬不可疏忽大意。 接著羅雷還親自去檢查紅衣大炮的炮位, 把炮口對正山咬小道, 然後才放心, 留下一千人馬來鎮守盤蛇領, 羅雷自己統領二千軍馬被奔小月團。 將近到, 遠遠見到前面沙塵滾滾, 一匹快馬飛奔而來, 一見羅雷, 就滾安下馬, 原來是四王爺, 派中軍來調救兵的。 羅雷大蝦一驚問, 為什麼兩萬人馬, 四五十個人都抓不到? 那中軍說, 本來舊快抓到朱元璋, 誰知道橫橫殺出武甸章來, 什麼? 齊備相勾武甸章, 他已經死了很多年了, 羅將軍還沒死, 他是炸死的, 來了武甸章還沒算, 後來不知道哪裡來了那個弟弟, 好像老虎仔一樣, 穿了一身老虎皮衣服, 又會學老虎叫的力大無窮, 連四王爺那支棍都搶走了, 現在已經被他們衝了下山, 羅將軍, 你快點去, 遲些怕抵擋他們不住。 羅雷就不再多問, 極刻催促人馬, 非快就趕去, 未到陣前, 就下令先放炮, 移陣軍威, 他自己, 匹馬當先衝上前, 遠遠就見到赤膚然達, 他自己, 歸壞, 夾散, 手上連兵器都沒有, 樣子十分狼狽, 羅雷也不變多問, 在馬上雙手抱拳, 四王爺受驚, 勃將九家來賜, 請王爺書嘴, 那赤膚然達, 見到羅雷來了, 整個人都安定了, 羅將軍, 快捉拿朱元璋, 知道羅將軍要小心提防, 那批老虎皮的弟弟, 尊領! 羅雷就立刻帶領人馬, 衝到朱元璋面前, 那個胡強, 剛剛打贏了四王爺, 手上還拿著他那支虎尾三折棍, 現在見到又來了袁大將, 胡強就衝上前來認敵, 羅雷心中奇怪, 那四王爺赤膚然達, 是九經沙場的戰將來的, 所向無敵, 為何會被這個鎮小子打敗呢? 嗯, 我都要小心謹慎, 羅雷冒起開山虎, 一句話都不說, 斗頭就劈下來, 上一斧頭就劈死胡強! 有! 你們結果pool到 Solou?